中国股市 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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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大证券大奖堂首席讲师 网络建客大学校长 从事资本市场理论教学和实战交易工作 二十多年 黄华琪先生讲座风格通俗易懂 幽默风趣客观务实 极具关系和实战意义 使投资者做到手中有股心中无股 人股合一的最高境界 目前讲座视频打四百多集 公开的网络视频点击率 累计高达一亿人次之多 目前第一部电影《古海缠浮一》 奇迹创造奇迹 已经进入股民演员寒选阶段 主要演员八十八名 要求两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群众演员八万名 要求一年以上故事投资经历 到时将参加鸟巢大型投资讲座 古民演唱会 电影剧情实景拍摄 报名官方微信 《古海臣服》 首字母拼音加188 凡关注微信 了解电影详情 即可免费获得 故事剑客 四百集 投资实战经典讲座视频 这将是中国股民最大的福利 重生的机遇就在你手中 知识改变命运 技能创造财富 你准备好了吗 五四三二一 起 故事黑马横空出世 一见定乾坤 喂 大家好 在上课之前 先把本人的 这个书籍销售 购买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讲 黄花七先生的系列 制作的购买方式 书籍名称 起机创造起机 让庄家罗奔 以及股市不相信眼泪 绝密炒股一百招 然后购买的方式 一种是通过官方淘宝店购买 淘宝店的店名 是股市剑客梦工厂 网址是http2.2杠 股市剑客梦工厂 第一个字母 淘宝全拼 然后二维码可以扫一扫 第二种购买方式 是微信购买 微信 微信号的名称 是古海城府 电影 然后微信号是古海城府 第一个字母188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 然后第二个微信号 微信名称是股市剑客 微信号是股市剑客 第一个字母168 二维码扫一扫 就可以购买本人的系列书籍 这个剑客文化传媒官方网站 http2.2杠 3w.剑客文化传媒 第一个字母.com 登陆官方网站也可以购买 然后淘宝 以及官方微信 都可以购买 那么呢 这个公告完毕 我们正式开始讲课 正式开始讲课 能听到声音吗 喂 能听到声音吗 能够听到声音 就开始讲课 这节课接着给大家讲 股市剑客 曾奴隶到将军系列 成长篇 第五 追随成功模式 是股市成功的唯一法则 这节课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个涉及到我的核心的 教学理念和操盘思路 在上课之前 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穷人的悲哀系列 穷人的旅游 这个 建科大学第五批 教完之后 大家会在市场上 看到一本书集 这本书叫做 穷人的悲哀 很快 教完了就出版了 穷人的思维 已经讲过了 穷人的悲哀 后面 还有一个穷人的出路 最后十节课吧 最后十节课就讲 穷人的出路 三部词 讲完了 这本书就出版了 有没有人买就不知道了 好 这是本人 这个 尽我个人的一点点的 良心 和独特的思维 视角 来探讨人生和社会 好 这个 这节课给大家讲 穷人的悲哀系列 穷人的旅游 真正的旅游 是富人的专利 穷人连房子都没得住 就谈不上什么旅游了 并多呢 就是在自家的后山上 小河边 头部旅游 头部旅行 游几川 这是穷人的旅游 大部分人只能在地图上了解一下 祖国的大好河山 智地是什么样子 只能靠做梦去想象 来 请各位 你们 中国有33个 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 吃过一半以上的 吃过一半以上的 发个一给我看一下 祖国的大好河山 吃过一半以上的 吃过一半以上的 发一个一给我看一下 也一个 两个 三个 不是漏过啊 漏过 漏过就不算了 漏过不算 吃过一半以上的 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搞明白 我们很多人还跑到这个什么 马来西亚 韩国 去旅游 死了吧 这就是中国人的旅游 旅游不是穷人的专利 只有富人 才叫旅游 我们穷人最多就是 头部旅行 很多人很想吃旅游 可惜心有余力不足 有人告诉我 有人告诉我 走去省外 不要说省内了 走去省外一家三口 一周时间要花多少钱 有人告诉我吗 走去省外 一周时间 一周时间 要花多少钱 有人告诉我吗 一万块 三千块 七千块 几千块 好 看来大部分是穷人 大部分还是穷人 如果你少于一万以下 那你一定还是过着穷人的旅游生活 旅游是一个烧钱的玩意儿 如果你没有什么钱 千万不要去幻想旅游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你会叱次受气 叱次受罪 叱次受骗 叱次被人忽悠 不仅没有完好 还会折寿几年 如果我没有钱 我发誓 再也不去旅游 因为我还想多活几年 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旅游现状 中国找不到几个地方 是旅游环境干净的地方 你能找到中国 有几个地方旅游环境非常干净的地方 来 有人告诉我吗 什么地方的旅游环境非常好 非常干净 吃了之后 有于宾至于归的感觉 有吗 什么老马疯 本人呢 对祖国的山山水水旅游比较多 有很多感触 你一定于旅游禁聚 叫禁聚啊 就明显发现你已经进入了一个周围都是忙的世界 到处是门票 收票点 对吗 嗯 你找一个地方要收点门票 你再走一个地方收点门票 你再 你跨一个门就收一个门票 对吗 啊 这是中国的旅游 有的地方还实现了套票 那个套票也是鬼话虎 啊 那也是扯淡的一个东西 吃饭 制宿 坐车 比黑店 黑车的价格还要高 对还是不对啊 啊 吃饭 制宿 坐车 比黑店 还要黑店 难道我讲的不对吗 啊 你爱吃就吃 你不吃吗 对吗 一不小心就会陷于一个骗局 把你给卖了 你还要给别人数钱 嗯 把你给卖了 你还要给别人数钱 旅游景点 哪个旅游景点没骗局啊 哪没有啊 啊 现在很卡吗 嗯 现在很卡吗 有不卡的吗 啊 看来是很卡啊 我把这个网络重启一下 好吧 重启一下好吧 嗯 大概就两分钟吧 两分钟 好吧 大家稍微等两分钟 好吧 放下音乐 现在效果怎么样 喂 喂 喂 有没有好一点 好 这是刚才给大家讲到了 旅游 你一不小心就被骗了 我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被骗的故事 像我这么精明的人都被骗了 那你其他人就不用说了 大家到过浙江杭州有一个千岛湖 出国的人发个一给我看一下 千岛湖 大家都说浙江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啊 千岛湖 还是有不少人去的 对吧 那个千岛湖 那个鬼岛上有一个 有一个山 山上面有一个虚弯 什么虚弯 我就忘了啊 有人知道一个叫什么虚弯吗 千岛湖里面有一个什么虚弯啊 有人知道的吗 都不知道啊 那个岛上有一个啊 坑前虚弯 对 好像是有一个叫坑前虚弯啊 那个虚弯坑前是非常牛的啊 我们六个人 大概坑了一千块钱跑掉了 只有一个人没被坑啊 那就是我老婆 一个人一个人坑了两百块 怎么坑的呢 啊 那非常高 一进那个虚弯 有一个妇 有一个妇妇 妇啊 先给你三根香 来免费烧香 免费烧香 香是免费的啊 真免费吗 烧完香之后 一个人给他十块二十块五十块 这个叫香火钱 你都给 啊 给完钱之后呢 就是抽签 啊 抽完签之后呢 就解签 正要命的就是解签这个地方了啊 很恐怖 解签的时候啊 他就先问你 你要保谁的平安呢 你说哎呀 我要保我儿子的平安 那你就把你儿子名字写在这吧 我一写 把我儿子名字给写上去了 写完了名字之后呢 他就让你在你儿子的名字后面 写一个188 或者198 也要发发 永久发 你愣了一下 我都在写188干什么 这个198干什么 管他三七二十一了 我就随意写这个198 永久发对吧 啊 写了 写完了之后呢 他马上叫你在后面啊 请在后面写一个圆字 你知道吗 一元两元的圆 我说完了 上当了 没办法啊 你要把儿子的平安 永久发啊 写一个圆字 好 请拿钱 高吗 啊 然后稀里糊涂就把钱拿了 我那个我那个相处的医生 人进去就拿不起来了 他个是 只有一点点小洞啊 他钻箱子钱的 那个箱子啊 嗯 永久发了 两百块买了 然后我正准备走 啊 他说先生 你别急 你其他人的平安 你还没有 保了 我正 正火 火就了对吗 我保你妈个逼 像你们这一层假菩萨 你还能够保平安 妈 拿佛走知道了 会把你打到十八场地狱 车你退来就跑了 啊 拿佛走来骗人 你说吹得到什么程度了吗 啊 这个社会已经很糟糕了 如果我心甘情愿 我赚一个香火钱 赚一个啊 几百块 千二八百块 都无所谓 但是他就是一个连环的餐套 让你不知不觉就上当了 大家有这样经历的 发一个意给我看一下 啊 有这样经历的发一个意给我看一下 啊 有 还是有的啊 还不少啊 还不少 这就是中国的旅游 把你卖了 是不是把我给卖了 我还真守钱了 啊 在旅游景点 如果你嫌贵 你可以不吃饭饿着肚子 到遥远的地方去吃 可以吧 你做一个 几公里的车 十几公里的车 那个地方便宜 你到那儿去吃吧 你也可以不拒速 你觉得这样的住宿很贵 那你也到遥远的地方去拒吧 你坐个几十公里 到别的地方去拒去 你也可以不坐里面的车 你多走几公里的路吧 你挤公交车 也可以 如果你没钱 你只能在旅游去饿着肚子 逃很软的地方 置数 坐车 有的地方很邪门的很 连公交车都没有 他就是不搞公交车给你 你非得坐那个车 有的地方船也是 这才是穷人 这就是穷人的理由 干嘛 为了节约钱 饿着肚子 两腿发软 两瘾发花 有气无力 你想受什么风景呢 你气都气饱了 想受什么风景呢 能不能保住你那个老命 你都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 你没钱 你还去旅游 如果你想节约钱 跟团旅游 那就更有戏了 我这个还是自由行 如果你跟团旅游 那就有的气受了 本人在北京 突发奇想 跟团旅游 那个 我讲给你听一听吧 好不好 跟团旅游 跟团旅游 那才真的叫一个中国特色 导游不叫导游 叫导购 或者叫导演 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找你有两个景点 再找你逛四家超市 这叫北京一日游 不知道大家有个没有啊 我是有个一次的 八大 有八大岭 是吧 长城 加上十三岭 加上明故宫 整共 实际就有两个地方 十三岭 那个是逼会儿了 半个小时也没有 想去就去 不去就不去 有两个地方 逛了四家超市 逛超市 你买还是不买呀 你买还是不买 你说我不买 你不买呀 你不买 等一下告诉你 你上不了车 因为是要拿着小票 才能上车的 你在超市购物是个小票 你没有小票交给导游 你上车都上不去 我告诉你 如果 你实在不买 如果有的人 真没买 那有戏看了 那个导游 从上车开始骂 一直骂到下车 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你一路上会愉快吗 所有的女客都不会愉快 你还有心情 游上逛水吗 和下地狱没有什么区别 见过导游骂吗 我们香港不是 香港不是报道过吗 哎呀北京就有 又到香港了 城头骂到尾 你们 你们先还吃了女友 狗掌鸡脚 仰把事 这叫穷人的旅游 你去去都会受罪 巴达岭也不是巴达岭 是个假巴达岭 叫什么 北京还有一个什么 游长城的地方 不叫巴达岭 是交予官还是叫什么官呢 交予官 对交予官 没有有巴达岭的 假的 这就是中国旅游的现状 如果你有钱的话呢 情况和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管他旅游是什么高达的餐厅 豪华的宾馆 好车 你随便坐 随便吃 随便去 钱不是问题 对吗 如果你有钱就不一样了 别人说一百 你给他两百 别人说五百 你给他一千 无所谓 就谈不到 谈不上 上当受骗了 对吧 只要你付他要好一点 钱不是问题 这叫富人的旅游 随便给 无所谓 所以别人多算你的钱 多收你的钱 东西贵一点 你也 那个也不叫宰客 叫什么 叫小费 我发一点扇心 给你 给你几个钱玩玩 或者认为买了几斤肉吧 为了自家的狼狗 你平时为自家狼狗 要不要花钱 买几斤肉 来 走 吃吧 只要你听话 把家门开好 给你吃了 无所谓 只要你服务好就行了 同样是旅游 穷人和富人的心情 就是不一样 如果你没钱 千万不要找罪受 旅游是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 穷人 还不如干脆 就在自家的毛前 物后的小山包 或者小溪什么的 转几圈 心情好的时候 还可以有感发 学学诗人 什么彩局 东西下 游轻轻轻轻轻轻草 最理无印香味好 白发随家温厚 还可以 念念诗 享受一下风景 自由自在 所以 你没有钱 千万不要吃吃 吃吃也是受罪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理由 还有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的骗子 很多很多上当受限的 很多很多黑幕 我一天两天跟你讲不完 所以我们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 一到五一的时候 马上五一又到了 对吧 马上五一又到了 千万不要吃旅游 旅什么游啊 一到五一的时候 那个长城上面都是人挤人 人挤人 你想造一个像都不容易 每一次出去都是受气的 受罪的 就呆在自家门口 啊 在树林里面转几圈 听听鸟声 听听鸡叫声 狗叫声 比那个快乐 这是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穷人旅游 穷人千万别旅游 穷人没有旅游的成立 否则你就会受罪 现在接着给大家讲股市敬客 曾奴隶到江春成长篇系列五 追随成功模式 是股市成功的唯一捷径 这句话呢 不太好懂啊 我先来给你慢慢解释一下 成功的人正是少数 不成功的人正是诸数 成功的人都有一定的共同 有一定的共性和特质 不成功的人却有各不相同的特征 所以要想成功 我们只能研究少数成功人士的共同特性 你把那个共同特性找到了就可以了 你就有成功的可能性 他们都有一套完整的成功模式 所有的成功人士 他都有一定的共性 并不是他们学来的 也不是他们事先预约好的 不是 是在成功的路上走了同样的路 别人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他们最终成功了 我们只要复制成功模式 并且加以灵活的应用 才能够最终走向成功 包括本人所走的路 一模一样 并不是因为我学的什么狗屁成功学 我才走到今天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的 有的人经历的是成功的路 有的人经历的是不成功的路 经历过成功的路的人 他们都有共性 股市也是一样 所有的常识大流股 它都有一定的共同特征 回答是吗 回答是吗 所有的大流股 大黑马 它都有共同的特征 你这一点你不认可都没有用 如果你不认可 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 今天我就让你让大家把它找着 它们究竟具备有什么样的特征 所有的大流股 究竟具备有什么样的特征 长的是什么模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要去寻找的终极目标 我们只要研究强势大流股的共同特征 并且根据其特征 在低位的时候就发现它 我们才能这个股市中获得巨大的成功 不成功的股票 形态各异 原因各不相同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它 也无法把握它的规律 请问在这个市场上是强势股多还是弱势股多 嗯 是大流股多 还是弱势股多啊 嗯 这是永远的法则 不管牛市熊市 不管牛市熊市 一样的 成功的人是准是少的 大流股准是少的 那我们就研究少的吧 多的你不要去研究 多的你研究不完 你没那个时间和精力 稍微听我课多一点的 多一点点的啊 我讲了十多年的课程了 网络是从09年开始的 嗯 听给我课的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这个规律 啊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始终都在研究 大流股的特征 其他的都没研究 你没发现吗 嗯 讲了这么多年的课程了 我去研究和 叽叽歪歪的玩意儿吗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在研究大流股 它究竟长得是什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特征 形成的机制是什么 你看多了 你看多了 一看 一饮啊 一秒钟 你就知道一只股票 是不是大流股 你看多了嘛 啊 你看女人看多了 你一眼就知道 她是不是一个女人 所以很多大流股 你掌握了她的特征 你一眼就能发现 她具不具备 有大流股的特征 你也不需要去研究 那么多的 这个东西 那个东西 你就那么多干嘛 啊 这个医生啊 医生有一个望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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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个医生啊 比较流的医生啊 她只要一看你这个 这张脸 她知道你 哪出问题了 健康还是不健康 病你在 病因在哪 看一张脸 你知道了 对 你看腰看多了 看腰看多了 你也可以可以看得出来 人腰看不出来 人腰很好看的啊 所以 追随成功模式 是股市成功的 唯一捷径 那么大流股 究竟具备有什么样的特征 今天晚上我给大家 讲五大特征 五大特征 你把这五大特征 搞明白了 今天晚上我讲完课之后了 把课件发在 存供箱里面去 你把这五大特征 把它打印出来 切在你藏头上面 切在你卫生间里面 你好好看一看 天天看 大流股 究竟具备有什么样的特征 把它背着广瓜烂熟 后期你就知道 什么是大流股了 它具不具备有 这个特征 一年当中 怎会被你搞这一次 两次 大流股 一年当中 搞一两次 你觉得 你有收益吗 你会发财吗 我连连都搞了一只两只 我不骗大家 连连都搞过 我算不上什么股神 我一年当中 总会搞一两次 大流股 就那么 两三个月 把一年的钱都搞定 好 我们现在看第一大特征 强势大流股的共同特征之一 形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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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明白吗 我们古代人看相啊 说 天天饱满 印堂发亮 要条子 有条子 要磨子 有磨子 这样的人 回城宫 比较清爽 你一看这个人 是不是很清爽 嗯 就知道他的命 好不好 看人也是一样 看得顺颖吗 看起来清爽吗 你看多了之后 我告诉你 后期不留的股票 你一看就恶心 一看就不舒服 一看到流股之后 就有抽烈的感觉 相见很晚 一见钟情 一看就知道他的未来 好 什么叫形态规则 首先来看一看 规则的形态 说明什么了 规则的形态 说明什么了 说明距离 有计划的在 按照自己的意愿的操盘 没有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和破坏形态 这个叫规则形态 规则形态 说明距离是在 按照自己的意愿 在做事情 完全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 他没有受到干扰 这知识人自己的计划 我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第三步干什么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 才走 你说这样的顺风 顺水 顺心 你觉得这样的股票 好吗 他最终 度装能成功吗 而不留的股票 那就乱七八糟了 大家有没有听说个老鼠啊 那个老鼠啊 在吃冻之前 把所有的计划呀 都设计得好好的 我第一步爬哪个凳子 我第二步爬哪个桌子 我第三步爬哪个墙 第四步爬哪个柜子 我最后碰到一个油瓶 然后把尾巴塞进去 把油舔出来 那设计都非常好 结果一吃门就碰到一只猫 一吃门就碰到一只狗 一吃洞啊 还不叫出门啊 一吃洞就受到干扰 你觉得他能够实现他的计划吗 他随时都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所以凡是不好的股票 当时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而打断了自己的部罪 打乱了自己的计划 手忙脚乱 没有规则形态的股票 一定是有病 记者 这是规则的形态 说明什么问题 规则的形态 同时说明 只离资金实力雄厚 不受恶劣 外界环境的影响 和个股利空因素的破坏 这是第二个规则的形态 反应距离实力雄厚 资金雄厚 你以为你想做什么样的形态 就能做什么样的形态吗 规则的形态 是要用金钱来作为后盾的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 你想做出规则的形态来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可能性大吗 现在大盘暴跌 你离破会 只有一步之遥了 你扛得住还是扛不住啊 你得用钱来扛 一切有实力说了算 规则的形态 需要资金来作为保障 资金实力强 就体现在形态规则上面来的 第三 规则的形态 表明距离 奏盘意愿兼职 你想破坏现在的地方 我死 死扛着 你想抛压我通吃 你想偷破我 通通打压 规则意愿坚决 我没有吸收完毕之前 你更分也没有用 我打死你 并且操作操盘技师 手里脑道 操盘技师 手里脑道 庄家是不是有人的操控 有人的操控的 那么人是不是有走智的 那么谁在设计这样一个形态 总操盘 总顾问 说明他的操盘水平 是很老道 只有一流的建筑设计师 才能建造成一流的大厦出来 资金实力雄厚是一个方面 你的操盘水平操盘技术是一个方面 不是说你有钱 你就能把一只股票操盘好的 你的总设计师留不留 什么时候该打压 什么时候该护盘 什么时候该挂什么样的单 这都是非常讲究的 一个庄家 有没有好的操盘顾问 好的总操盘 设计师 决定了一只股票 是不是大流股 我们邓小平同志 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所以就把中国改成 昨天的那个样子 不是今天的那个样子 似乎像是今天 跟邓小平没关系 反正他是已经头是开了 他后面没有尾 我们后代人不够聪明 不够智慧 没有继承和发扬 他老人家的精神 他把中国向前面跨了半步 后面半步没人敢走了 没有一个人敢走了 操盘 一个操盘技术老道的 操盘 操盘总设计师 他操盘成功的概率就很大 我们跟随这样的指令 成功快速获利的概率很大 老板成功 员工就不是有钱了吧 对吧 老板赚钱多 员工我们跟在后面的 就发一点小财 老板赚大钱 他有智慧 带领我们这些小喽喽 也赚一点 发点小财 你跟着一个老板 他自己都发不了财 他还能够让你们小喽喽发财 你觉得可能性大吗 所以我们经常讲一个人成功要跟对人 那么我们做股票要跟对装 跟对装 大家刚才讲的形态规则 看来不来明白 第一 反应指令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 操盘 不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 第二 反应指令资金实力雄厚 不受恶劣的环境影响而破坏 破坏形态 第三 表明指令做盘的意愿非常坚决 技术老道成功概率比较大 最后一点 那么什么样的形态才是规则的形态 什么样的形态才是规则的形态 一般来说 吸筹器规则的形态 与头肩底三角形相体 这三类 头肩底三角形相体比较常见 这三类形态还要我讲吗 我还要再讲一遍吗 我已经讲了太多遍了 如果不懂得 你去看看我的课间 洗盘期的规则形态 以三角形相体齐形 比较常见 三角形最多 相体有一部分 齐形有一部分 一般来说 齐头齐 头肩地是这流的 洗盘期 三角形是这流的 今天晚上我就只讲一支股票 只讲一支股票 大家把太原刚日导出来 太原钢玉 打出来这支票 太原钢玉 000795 把这支票打出来 三个零795 三个零795 打到2010年 长得流的 这一波 打到2010年5月份 到10月份 11月份 最流的 这一波 我们先来看 他这个底部 这个底部是什么底 底部是什么底 回答一下 太原钢玉 从2010年的5月21号 到2010年的8月24号 我方框框里边的 这个底 叫什么底 头肩底 非常标准的头肩底 一个头 两个肩 两个肩 高度差不多 高一点 矮一点 无所谓 好了 我们再来看 洗盘 洗盘 这个形态 叫什么形态 高点 一次降低 低点 一次降低 这个叫什么形态 高点 一次降低 低点 一次降低 嗯 人家的三角形 齐形 齐形 对齐形 如果高点一次降低 低点一次抬高 那个叫三角形 这个叫齐形 但是低点有没有降很多 破位不是很多 一点点 齐形 一般破位不是非常多 一点点 你再破位多了就不妙了啊 好 这是刚才讲的形态规则 这两种形态是非 这几种形态是非常常见的 什么其他的 什么挖坑的 瓢子的 那样的 这样的 那个都叫变异形态 不叫标准形态啊 变异形态 我今天不讲这些七七八八的玩意儿 我只讲标准形态 成功模式都是标准的 有没有不标准的也成功的 也有 不标准的也有成功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去研究这些玩意儿 我们只研究标准的 啊 你在 你在心目中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 固定的形象 下次你一看到了 就叫一见 中情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 非常不齿 啊 要达到这个程度 一看到了就有抽点的感觉 一看到了 这个人 就是制定要终身和我过一辈子的 搞定他 你不要 这个女人我也喜欢 啊 胸部大一点 我喜欢 屁股大一点 我喜欢 脸肥一点 我喜欢 你什么都喜欢 你没有自己的主见 你没有自己的操盘模式 没有自己真正喜欢的唯一模式 千万不要三心二意 对 你看到了 哈尔蒙 迅速上升 兴奋不已 狂越不止 你要找到收入你的这种模式 你慢慢慢慢慢慢形成这种模式之后 我告诉你 你终身就会发财 你就靠一 靠这一招 啊 怎会有 怎会有缘缝的 我告诉你啊 你说 你这样的女人到哪里去找 人海茫茫 怎会让你找到 第二 强势大流谷的共同特征之二 载浮震荡 第一是形态规则 第二是 载浮震荡 载浮震荡 为什么是强势谷的特征 嗯 载浮震荡 为什么是强势谷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妈妈给你倒来 载浮震荡 说明改股 抗 跌性强 第一个 抗跌性强 为什么大牌跌了这么多了 它始终在那儿 载浮震荡了 因为它 抗跌性强嘛 别的股票都跌了百分之一二十了 它就在那儿 每跌两个点 三个点 五个点 涨也涨两个点 三个点 五个点 它始终在那儿载浮震荡 第一反映了它 抗跌性强 第二 是你资金实力雄厚 如果你资金实力不雄厚 会发生什么 资金实力不雄厚 会发生什么 你告诉我 资金实力不雄厚 会发生什么 抗跌性强 是载浮震荡 相对应的 对 只有我们随心搞对了 宽幅震荡 宽幅震荡 因为它自己实力不雄厚嘛 大盘一跌 它比大盘跌得更多 宽幅震荡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 我们把资金实力 和体质的相比较一下 好不好 一个人如果体质非常好 体质非常好 抵抗力非常强 那么你刮风也好 你出太阳也好 那么它的体温始终都在 37.5 37.4 37.3 你温度高一点 它37.5 你挂 挂西白风 它37.3 你平时呢 它37.4 它始终的体温就保持在 这个沾浮的范围内 如果一个体质不好的 会发生什么 一个体质不好的会发生什么 是不是互冷互热 对吧 一会儿39.3 一会儿35.4 它的体温是不是大幅波动 对吗 嗯 一会儿挖两挖两个 一会儿唱得要命 它的体温波动是不是非常大 说明它抵抗力不留 体质不够好 一个股票 宽幅震荡 就说明主力实力不留 我讲的这么多 你明白了吗 啊 讲的这么多 你明白了吗 宅富震荡 才代表它 实力雄厚 不是任何人 我想宽富震荡 你就宽富震荡啊 啊 昨天大盘一跌 前天大盘一跌 大前天大盘一跌 今天大盘一跌 是不是很多股票 扛不住啊 扛不住了 对吧 说明实力还没那么强 实力没那么强 说明它的体质 还不是很流 不是很流啊 很流的 那么它的政府就小了 这个叫做宽富震荡 第一抗力现强 第二主题资金实力雄厚 第三控盘程度较高 控盘程度较高 这句话不容易明白 对吧 不容易明白 假如 假如 北京市 北京市 百分之八十的房地产 都被你冷断了 请问北京市的房价 在目前的这种危机之下 它波动很大吗 它波动很大吗 波动会大吗 你告诉我 波动会大吗 我要足够的实力 我不降价 它的价格就很精品 四万一平方 五万一平方 六万一平方 我说了算对吧 如果你在北京市房地产 控盘程度不高 那么 别人一降价 你就会跟着降我 对吗 因为这个房地产市场 不是由你说来算 你不控盘吗 嗯 这个和物价是一样的 冷断 才有定价权 我们这个我命由我 这位兄弟啊 是兄弟还是姐妹 我就不知道了 搞得不错啊 中国的石油 油价 你看到吧 中国的油价 他说涨 就涨 他说不涨 就不涨 因为他是弟弟 我命由我弟弟 今天涨了 今天涨了 难道不是他说了算吗 他说涨 他说涨 就涨 流嘛 空盘程度 一只股票 如果百分之五六十 都在我手中 你认为他会大幅波动吗 只要我不让他大幅波动 你们 就很难让他大幅波动 对吗 中国人 很喜欢 很喜欢做什么 叫随大流 随大流 距离这么多都没卖 今天股票 大盘这样接 他都不接 你会卖吗 主力大部分不卖 是不卖股票 就不会跌 就算你涨户恐慌跌吧 因为你们涨户手中 没几个字 我随便买一万手单 我那一放 你还卖吗 假如你看到一万手的买单 放在买单买亿的位置 你会把你的股票 卖给这一万手吗 你会把股票卖给这一万手吗 别人一万手都敢买 你还卖你了几百手 你了几百手算什么 人在水里面 连个水泡泡都没有一个 那个涨停的时候很搞笑啊 如果一只股票涨停了啊 如果上面只压一个五十手 一百手 我们是不是睡不着觉 假如早上上天啊 只压五十手 你是不是睡不着觉 如果他压一个十万手 你还盯着看吗 你还盯着看吗 一样的感觉 所以载浮震荡 说明指令控盘程度非常高 大部分股票都在他手中 我说正当几个点 就几个点 你大盘跌 五孝 你说我有一千万 我要砸你 你把你的一千万看得太大了 一千万能砸几个点 能砸几个点下来啊 一千万 一千万砸不了几个点 你砸不动它 它有足够的实力 零点五个点的 只能砸零点五个点 零点五个点 是不是载浮震荡啊 嗯 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连个响声都没有 所以 这是第一 载浮震荡 说明抗截性强 主力实力雄厚 控盘程度高 第二 载浮震荡 由于股价方向不明 很容易达到清洗 套牢盘 割肉 吸筹 和清洗 获利盘 吃止 洗盘的目的 宅骨震荡 很容易 让套牢 割肉 很容易 让获利盘 吃止 为什么 为什么 宅骨震荡 很容易 让套牢盘割肉 让 获利盘 吃止 嗯 为什么 有没有人告诉我 煎熬 对 煎熬是一个方面 对方向不明 方向不明 回答的是最正确的 如果一个股票 它的政府上下只有5% 假如它跌到4.5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它跌到4.5 它上下政府都只有5% 当跌到4.5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有人告诉我吗 嗯 对 548搞对了 白云搞对了 活佛搞对了 因为它政府太小了 它随便跌上4个点 4.5个点 就有可能到达 横盘整理的边缘 因为一天的涨跌幅 有10% 它随时都有可能会破位 已经达到了危险的边缘 今天大盘跌 这几天大盘跌 你恐慌了吗 大盘 盘面上有恐慌吗 你告诉我 这两天 这几天 这一周吧 这一周大盘跌 你恐慌了吗 你告诉我 啊 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它是不是离底部 还很远 对吧 是不是离底部还很远呢 是还是不是哦 啊 因为它离底部还没破位嘛 离底部还没破位嘛 离底部还很远 对吧 如果是载浮震荡 载浮震荡 随便跌一点 随时都有可能破位 好 你这个不懂吧 我再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给你听一听 周钢丝 周钢丝走过吗 没走过 听说过吗 听说过吗 啊 周末小对 周末小也可以 周末小是很咋 走钢丝是没有很咋 请问走钢丝最怕什么 啊 最怕什么 走钢丝最怕什么 啊 不平衡 摔下来 掉下来 震动 走钢丝最怕刮风 我告诉你啊 最怕刮风 对 我风云搞对了 晃也搞对了 因为你随便抖一下就失去平衡了 就打破你这个平衡了 破位了 因为这个钢丝很窄很窄 你只能在一定的方位里震荡对吧 你随便风大一点 你就破位了 破位了就会摔死你 所以载浮震荡 为什么很容易让人割肉 第一方向不明 不知道往上还是往下 第二他很容易破位 让人旋着旋着 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上一次 没多长时间啊 上一次大盘 以前期第一点破位 已经 已经破位了 我告诉你啊 只是破位不多而已 对吧 只是破位一点点 恐慌立即就出来了 请问今天这个创业版有没有创新低 回答 今天创业版有没有创新低 啊 创业版有没有创新低 创一点点新低 对吧 很多创业版都下的不得了 生怕破位之后一落千丈 这是一个心理因素啊 心理因素 懂不懂得 我们平时在里面的时候 你没去感悟啊 我这个人呢 就是喜欢揣摩心理 啊 我有这样的经历 你也有 只是你没有总结而已啊 我喜欢总结 这就是 宰府震荡 方向不明 很容易 达到清洗操劳盘 清洗获利盘的目的 那么清洗 对指令有什么好吃啊 那么指令吸头是不是容易 洗盘是不是容易 对吗 那么 那么 吸头容易 洗盘容易 那么他速度是不是快了 那么你启动 你 拉伸是不是就快了 第三 灾服震荡 由于上下 政府很小 短线资金 不愿意参与 是这样吗 啊 是这样吗 政府越小的股票 短线资金 不愿意参与 你看一只股票 上不上下不下 你会参与吗 你先回答一下 你会参与吗 嗯 你可能会 但一定是长线资金 你绝对不是短线资金 啊 因为短线资金 他想做差价 长线资金 他不一定做差价 那么短线资金 是不是叫福仇 短线资金 是不稳定的因素 对任何一个庄家来说 都是不喜欢的 所以不赚钱的投资者啊 凡是不赚钱的投资者 庄家是再不喜欢的 凡是赚大钱的投资者 庄家都是喜欢的 你说怪不怪啊 庄家有时候喜欢你 有时候不喜欢你 我告诉你啊 有时候喜欢你 有时候不喜欢你 在汽球的时候 在洗盘的时候 主力最不喜欢 朝三末四的人 喜欢铁定跟着自己的人 跟着自己白头洗脑的人 他喜欢 在启动的时候 在拉伸的时候 主力又喜欢 七搞八搞的人 朝三末四的人 喜欢 你赚一段钱 出来吧 想赚钱的人 进来吧 在出货的时候 那就更喜欢了 所以政府越少 短线资金参与越少 扶手越少 距离启动 拉伸时 抛压就会比较少 启动 拉伸时 受到的阻力 就不大 上涨的爆发力 就会大 持续性就会强 上涨的幅度 就会大 这是宰富震荡的 他的好处 因为宰富震荡 凡是在里面的人 心态都是 大部分是非常好的 所以拉伸的时候 大部分人不会慢 拉伸没什么压力 拉伸持续性比较强 幅度比较大 拉伸比较快 懂不懂得 宰富震荡好吃 宰富震荡的好吃 刚才大家说 宰富震荡 我肯定是不尽的 那告诉你 你的心态绝对是不好的 一来一类 大部分心态好的 就专门搞宰富震荡的股票搞 好 这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宰富震荡 那么宰富震荡 这政府是多少比较好 多少不够好 宰富震荡 这有个比例吧 15%的范围以内 是正常的 收入宰富震荡 超过20% 就不叫宰富震荡 而叫宰富震荡 为什么在15%以内 为什么在15%以内 叫宰富震荡 一冲高 冲高五个点回落 是不是比较容易 下跌五个点 探体回升 是不是比较容易 上下五个点 中间是不是只剩五个点了 他们平均值15个点的范围内 中间值是七个点 你上下都没有亏损十个点 赚也没赚十个点 亏也没亏十个点 你的心态是怎样的 在国际上都规定 只损是十个点 国际上是在普通时间 规定的 为什么说十个点 这是心理因素 跌十个点以内 人的心里不会很恐慌 超过20点 人的心里就承受不了了 设想一下 你们都操作过股票 都亏过百分之十以内的 十以上的 20以上的都有 你看我讲的这个心理 是不是你 你跟你的心理是差不多的 亏损七八个点 五六个点 你是不会在乎的 亏损十个点以上 你有那么一顶点 有那么一顶点 恐慌 但不是很恐慌 如果超过百分之二十 你的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这是刚才给大家讲的 载浮震荡 来把太阳刚入 同样把太阳刚入打出来 我们来看 这个头肩底的左肩与右肩 20 一年年的5月21号 到 6月28号 这个政府是不是很小 右肩政府是不是很小 洗盘期间的政府 也不大 对吗 洗盘期间的政府也不是很大 就有一天稍大一点啊 有一天稍微大一点点 这一天应该是跌停吧 然后接下来的政府是不是很小了 这还是骑行的 如果三角形的话 政府更小 三角形的政府 比骑行的政府 还要小一点 骑行带有一点恐慌的 洗盘性质 载浮震荡 我们曾经 曾经讲过一支票 叫做成非集成 对吧 成非集成 大家有兴趣 课后子查一下 也是 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吧 2010年的时候啊 大概是5月份到10月份之间 那个政府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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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 以后你做装用得着的啊 是听不到声音的吗 喂 听不到声音的吗 有声音啊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听得太郁迷了 是怎么样 我没看到有 有洞的啊 以后你要是 你要是做装 你怎样做一个强装 你把这些心理因素搞明白 你才能够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你要做装 你要研究投资者的心理 你要做股票 你要研究投资者的心理 还要你研究装家的心理 载浮震荡 搞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休息个五分钟 好不好 休息个五分钟 后面还有三大特征 啊 这个五关已经搞了两关了 还有三关啊 三关给大家搞完了 今天晚上的任务就结束了 好不好 搞点掌声好不好 鲜花掌声之类的 好 接着讲课 这是刚才给大家讲了两大特征 第三大特征 强势大流骨的共同特征之三 高度控盘 高度控盘 什么叫高度控盘 是指主力拥有该股比较大比例的流通盘的股票 主力拥有流通盘比较大比例的股票 一般来说 如果一只股票是全流通的啊 我们一般是看流通盘 那么拥有流通盘的45%的股票是非常高的了 因为它还需要一部分流通资金 如果十大流通股中的占比稍微大一点 那么指定拥有的流通盘比例 在35%就属于高度控盘了 所以我们经常去看 看流通盘的时候 看一下 看一下 十大流通股中占比多少 因为十大流通股中一般是不轻易流通的 它流通需要有公告 增持还是坚持 如果十大流通股中占20% 那么外面就剩80%对吧 80%如果你拥有35% 那外面就只剩下40%了对吧 你再加上流通资金的话 10%也能达到45%左右 这是高度控盘的一个比例特征 距离真实的控盘比例 我们投资者是无法尽量判断的 所以我们经常讲到距离高度控盘 高度控盘 我们是无法知道它的比例 你说控盘高度控盘 控盘多少了 距离控盘多少了 我们无法猜得到 也很难定量 一般来说 我们如果一支股票在吸收期 或者洗盘期 形态规则 载浮震荡 抗街性强 筹码高度密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关键 筹码高度密集 操劳盘已经清洗完毕了 我们就可以判断距离高度控盘了 形态又比较规则 政府又比较小 大盘跌它不跌 创跌性强 然后所有的筹码都堆积在一个地方 上方的操劳盘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基本上判定符合这几项特征 我们就可以判定它高度控盘了 距离高度 距离控盘程度越高 那么它未来的爆发力越强 涨速越快 涨幅也越大 所以我们投资者尽量选择 距离高度控盘的股票进行 操作 安全系数就比较高 获利的概率就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还是刚才的这个 太原钢域 我们把鼠标 把筹码也打出来好不好 筹码也打出来 我们先放在启动 启动点的位置 启动点的位置 这个时候上方还有一部分套劳盘 不多 很少 启动点的这一天 获利比例是多少 2010年的8月26号 获利比例是多少 获利比例是多少 有人告诉我吗 92% 92% 93% 差不多啊 92% 93% 上方只有很少的套劳盘了 大部分筹码都堆积在一个位置 好 我们再把指标 放在 2010年的10月21号 10月21号 10月21号 获利比例是多少 获利比例是多少 90% 那么你再放在 22号 获利比例是多少 22号的时候 获利比例是多少 达到100%了对吗 上方套劳盘已经几乎没有了 下方获利盘也几乎没有了 不多了 很少的一部分 还能看到一点点啊 看到一点点也基本上是举例的 少乎不多了 所以 成稀仇 稀仇吃也好 稀盘吃也好 他的筹码都是高度集中 筹码高度集中 宰福 你说筹码高度集中 不是出货了吗 筹码高度集中 永远都不可能出货 记住 筹码高度集中 说明他的政府很小 政府小能出货吗 我已经讲过几百件了 宰福震荡是出不了货的 这是高度控码的特征 第四 强势大流股的共同特征之四 股性活跃 股性活跃 这里的重点讲一讲 股性是否活跃 只要看两个方面 第一 日涨幅 第二 日换手率 这是我新增加的一个内容 叫日涨幅 以前没有的 以前我讲股性活跃 就是按 换手率 对吗 这是新增加的一个内容 为什么叫日涨幅 把日涨幅要加进去 一段时间内日换手率越高 说明举例的流动资金充足 流动资金充足 凡是高换手率的股票 都是举例仓余买卖了 都是举例大量仓余买卖了 换手率才会高 既然举例有大量的资金去买了 也有拿大量的股票去卖了 说明举例流动资金是充足的 如果一天内换手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举例要拿百分之十的资金 去平方买卖 有百分之十的流动资金的举例 是很流很流的了 资金实力雄厚 第二 投资者跟风买卖 活跃交易平凡 这样的股票 期仇 期盘比较快 也非常容易拉伸 为什么换手率高的股票 很容易拉伸 为什么换手率高的股票 很容易拉伸 你告诉我 嗯 嗯 人多 跟风 充足 对 跟风充足 人多 中国人是很奇怪的 你说哪个地方抢购啊 我怎么那么多人买呀 我不买我傻 那么多人买都不傻 我买就傻了 我不买才傻了 所以 在座有湖北的吗 啊 在座有湖北的吗 有湖北的发个一 好不好 五四九 两个 好 湖北有个汉政街 知道吗 啊 其他人知道吗 这讲有个义乌是吧 听说个 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到汉顿街也好 到义乌也好 你看那儿的人流量 交易量 你在那儿 建一个车数 你都赚钱 我告诉你 人流量太大了 人气太旺了 你在那儿 做什么不赚钱 你告诉我 那么多的人 他要不要吃饭 要不要杀料 你在那儿 做生意 特好做 你有没有发现 那儿的店面也很高 对吧 店租也很高吧 啊 人气 所以我们去搞股票 一定要搞股性 比较活跃的 交易比较 交易量比较大的 因为交易量越大 越容易买卖 对吧 交易量越大 越容易吸引什么东西 嗯 越容易吸引大 你一天都是一手 两手 五手 十手 一百手 谁买的啊 我一个人去买 没意思 是吧 你很活跃 几百手 几万手 几千手 搞 大资金就来了 你搞一万手 都敢搞 我搞两千手 就不敢搞了 嗯 对吧 人就是这样怪怪的 能吸拉大资金 介入 有大资金的追捧 推动 你说一只股票 涨不涨啊 嗯 它肯定涨 指定涨 你站在那个火车站 火车站的那个检票口的门口 那个人流量 人流量大吧 你说你会不会往前走啊 啊 你会不会往前走啊 你不往前走 惨死你 你自然不自然把你推到往前跑 你明白了 因为那个人流量太大了 你不能停止 人踩人 你只有往前走就踩不着你 这就是换手率高的好吃 但有的股票换手率虽然不高 但由于距离高度控盘 高度锁层 照样经常拉大洋上涨 涨幅也很大 这样的股票 我们也称之为股性活跃 就是涨的多 跌的少的活跃 它不是换手率活跃 这一类股票我见过吗 一天都是一个点的换手率 两个点的换手率 三四个点的换手率 它照样涨停 天天涨停 隔三差五涨停 你能说它股性不活跃吗 那么这样的股票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 高度控盘了 主力拥有大量的筹码 第二 高度所长了 我都不卖哦 我全部放在手上哦 我只拿一点点出来交易哦 那么市场上流通的股票 是不是就少了 市场上流通的股票少了 涨起来就是是不是容易了 因为供不应求嘛 我随便拿一点资金一拉伸 大家都疯狂抢 很快三下两下就给它搞涨停了 能明白吗 这句话能明白吗 高度控盘和高度所长 一样吗 一样吗 高度控盘和高度所长一样吗 这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啊 高度控盘是拥有大量的大量的股票 高度所长是大量的股票不卖 对 你把每一个概念搞明白啊 高度所长的股票 它的换手率就不高 但是它股性很活跃 经常高涨停 一般来说 日换手率在7%以上 是非常活跃的了 日涨幅在6%以上 也算是比较活跃了 动不动就搞67个点 89个点 涨停 这样的股票也很牛的啊 很厉害的 你什么时候看见过 工商银行换手率7%以上 你什么时候看见工商银行经常涨停 动不动就搞六七个点 有吗 没有 没有就是它股性不活跃 股性不活跃 你就不要去搞它了 你要搞两种 一种是拉大量的 一种是换手率比较高的 听明白了吗 以后搞股性活跃的就搞两种 一种是换手率比较高的 一种是动不动就搞大量的 这叫股性活跃 好 太阳刚遇股性活跃 我就不讲了 我们把中国软件打出来 高度手仓的啊 中国软件600536 600536 中国软件打出来 中国软件打出来 你看 2013年7月22号 换手率多少 换手率多少 7月22号 2013年的7月22号起动去 换手率多少 3% 3%多是吧 然后一直往上涨 涨涨涨涨涨 换手率都不是很高的 我告诉你啊 然后再往上涨 涨两波 换手率也不高 请问它底藏动了吗 啊 底藏动了吗 涨涨涨再往上搞 底藏开始动对吧 这一种 就是高度数仓 你看 你看 乘 十二 十四块钱 涨到二十块钱 底藏没动 乘二十块钱 涨到三十五块钱 底藏不动 乘三十五块钱 涨到五十多块钱 底藏才开始动 嗯 底藏才开始动 这个叫做高度数仓 高度数仓的股票 你发现一个特征 它的吸筹时间是比较长的 并且颜色都是黄色的 吸筹时间越长 颜色越淡对吧 第五 强势大流股的共同特征之五 抗跌性强 抗跌性强 抗跌性相对于什么而言的 抗跌性相对于什么而言 有人知道吗 相对于大盘 相对于大盘 和其他个股而言 抗跌性是一个相对概念 相对概念 有比较才能够 有区别 对同行个股 抗跌性 一只股票的抗跌性 可以从政府 给予大盘的对比上 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大盘反映的是 大部分个股 吸筹或洗盘 政府越小 说明该股 抗跌性越强 抗跌性越强 同样也说明 准处理资金实力 准备后 控盘程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经常要 拿个股与大盘 进行对比 如果一只股票的 大盘下跌的时候 载浮横盘整理 这是一种情况 你大盘大跌 我不怎么跌 我横盘 你大盘大跌 我小浮下跌 不行吗 你大盘大跌 我不进不跌 我小浮上涨一点 不行吗 这三种情况 注意一下 这三种情况 都说明抗跌性强 大盘下跌了 个股载浮整理 或者小浮下跌 或者小浮上涨 都说明该股 抗跌性明显强 是大盘 当大盘一旦止跌了 或者止跌横盘了 或者止跌反弹的时候 该股就会大幅度上涨 什么叫漏腰之马力 疾风之尽讨 这叫抗跌性 一个村子 发了一场急温 大部分鸡都死了 还有那么一两只鸡 是没死的 你在想什么呢 你在想什么呢 上一次发地震 大部分鸡都被压死了 有一只鸡 鸡都压不死它 在网络上走红的 你知道吗 只坚强 对 只坚强 还有一个鸡坚强 不是鸡坚 是鸡坚 也是也叫鸡坚了 鸡坚强 对 骨坚强 这个磁流 大部分股票都跌了 它不跌 你都看不出来呀 抗跌性 一定有它的道理 一定有它的实力 坚挺 那个街上有很多广告 是不是 做男人挺好 做女人挺好 那我今天告诉你 做股票挺好 坚挺 才行 对 做股票挺好 一定要挺起来 才叫好 挺不下来的 就倒下了 还是把太原钢鱼打出来 太原钢鱼打出来 把太原钢鱼打出来 大家找到 找到哪里了 找到洗盘的这个位置 2010年的9月6号 到2010年的10月18号 10月18号 那么10月18号 那么10月18号 只是到前面 低点的附近 是不是 只破坏了一顶点 对吗 第二天就爬起来的 对吗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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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10月8号 到10月18号 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我们把大盘打出来 到2010年的10月8号 至 10月18号 好不好 10月18号 把大盘打出来 大盘打出来 2010年的10月18号 发生什么了 2010年的10月18号 发生什么了 10月17号发生什么了 2010年的 成 10月 11月 11月12号 16号 16号 18号 是不是大盘已经破位了 对吧 大幅下跌 大幅下跌 而这个股票没跌 这个股票也跌了一点 没破位 大盘这样下跌 很多股票都一落千丈了 而这个票 他没破 只破位了一点点 一点点 嗯 这个叫抗跌性 抗跌性 然后我前期 给大家讲的爱事得 也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 爱事得 2013年的5月20号到7月3号 5月20号到7月3号 大盘连是两波急速下跌 他没跌 小涨一点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大盘跌 他横盘 大盘跌 他小跌一点 大盘跌 他小涨一点 这就体现出来了 他的抗跌性的本质 那么抗跌性一定有内在的原因 他的抵抗力 体质 实力 都非常坚强 所以我告诉他 什么时候选古 最好选古啊 当大盘临时两次大跌 或者一次大跌之后 一旦大盘止跌 你就去选古 嗯 你就来选到强势古 明白什么时候 醒古最好吗 大家家里养个鸡吗 养个鸡的发一个1给我看一下 养个鸡的家里养个鸡的 或者曾经养个鸡的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某一家 他家的母鸡 一下子生了18只鸡仔子 剩下了18只鸡仔子 你怎样 你要去 他家买一只小猪来养 你怎样才能够找到最流的一只猪啊 你怎样才能够找到最流的一只猪啊 活不难掉的 我教你吧 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吃买猪啊 前来一根猪杆子 一吼 一轰 瞧几干 可哪一只跑在这前面呢 把那一只抱回家 对 有的说抢食人害的 那个也可以 这个方法也不错啊 还有 你看哪一只鸡 专门吃 吃某只最大的那个奶 你就把那一只抱回家 嗯 保证没错 肉肉强食嘛 只有最肥的猪杆才能吃最大的那个 营养最丰富的 这 明白了吧 一样的道理 你千万不要去选跌的最多的 我们很多人恰恰恰相反 我搞跌的最多的 你搞跌的最多的 你那个体质最差 那个狼吃羊的时候 怎么搞的啊 先五六只羊 把羊群一下唬 然后羊就疯狂跑 跑到最后的那一只 是体质最差的 体质最差的 羊就吃那一只 这是 给大家讲的 今天给大家讲的强势谷的特征 我不知道大家记清楚了没有啊 有没有什么感悟 如果你每一次过来学习 都没有吸收到一点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我讲课不需要有太多的文化知识 也不需要太多的学历啊 你只要认真听就行 认真感悟就可以了 我每一节课都是针对文盲来讲的 我每一节课都是针对小学生来讲的 我不是看听你的学历 我觉得如果小学生 小学生都能听懂我的课的话 那我的讲课就是成功的 我讲的太太深奥了 大家学不会没有用的 我正在向一流的讲师考虑 一流的讲师就是要让 所有的文盲都能听懂 不需要教授来听 对 我们语义已经搞出来了啊 形态规则 高度控盘 抗电线墙 正浮小 少了一个东西啊 财富正大 财富正大有 股性活跃 少了一个东西啊 股性活跃 这样你学到东西了啊 今天晚上好好回去这个揣摩一下啊 如果哪一天按照我的要求发财了啊 发财了跟我汇报一下啊 好 这个 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 下一节课 给大家讲古事件课程 奴隶到将军成长篇系列六 适合自己的模式 才是最好的 适合自己的模式 才是最好的 所有的模式 不适合你 都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要吸取别人的精华 适合自己的就是精华 不适合自己 你拿去也没有用 你也用不着 怎样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 这是我下一节课要讲的 股市建客联系KQ 379819784 股市建客官方网站 www.股市建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com 股市建客视频网址 http2.2 股市建客全评.56.com 股市建客淘宝点 淘宝店 网址 http2.2 股市建客梦工厂第一个字母. 淘宝全评.com 本录像 于2014年4月24日录制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